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IMM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 厲害了 小智生日快樂 林志穎 祝你生日快樂 哇 長大了 又大了一歲呢 希望你越來越帥氣 才會能勝利成功 志穎 祝你生日快樂 哈嘍 小智 等一下 我現在是跟這個 失散多年好久不見的 師兄林志穎 小旋風說話嗎 生日快樂 很緊張吧 Hello Jimmy 恭喜你呀 小智 生日快樂 希望你永遠都那麼帥 看起來永遠都那麼年輕 然後每一年的賽車比賽 都可以拿冠軍 耶 Jimmy HAPPY BIRTHDAY Hello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恭喜恭喜Jimmy 生日了齁 那現在不知道是貴 今年貴根 但是我們都永遠會記得那個 十七歲那年的雨季 我們有共同的回憶 哈嘍 小智 祝你生日快樂 那聽說今年是你出道的十七年了 所以在這裡要特別祝福你 所以在這邊要幫我小智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Jimmy 生日快樂 JJ呢 在這裡祝你 Happy BIRTHDAY 那已經認識你一段時間了啦 很可惜不能在現場跟你一起慶祝你的生日 但是呢 希望這段video還是可以深深的祝福你 在十七歲的時候那首特別烘烈的歌 然後你就是成為了風靡亞洲的這個小旋風 那今天你還是依然的那麼棒 那麼出色 無論在各個美日都那麼優秀 所以也特別要祝願你的演唱會 這次演唱會應該能夠特別成功 如果我有空的話 一定可以到場去幫你祝幸 然後也聽說了你特別好的消息 我們所有人都特別為你高興 祝願你能夠永遠幸福快樂 然後也成為了加油 我是志玲 祝你身體健康 年年都那麼開心 有空來香港 我請你吃飯 我來台灣你就請我吃飯了 Happy BIRTHDAY 雖然呢 好久沒有跟你聯絡 但是呢 一直有在關心你的新聞 那 在這邊呢 其實藉由這個機會呢 第一個我想要先恭喜 恭喜什麼呢 生日快樂 很緊張吧 生日快樂 然後再來是 我好像知道說你最近有自己的演唱會要開始 那我也覺得 你終於要出來了 有很多人 就是 粉絲們都一直很期待說 希望可以看到你的演唱會或者是你的表演 那在這個時候是最好 適時的要稍微出來跟大家見面一下 所以在這邊呢 祝福你就是不管是演唱會也好 或者是接下來如果有要發CD也好 都可以成功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好像 那一直有新聞你知道嗎 對 其實做為這個朋友的 我們都非常開心 那不管有沒有我覺得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男人 我覺得已經是可以 有自己的下一步的階段要走 那不管是怎麼樣 我想都要由你自己來宣布 到底事情的發生 或者是真實的是什麼 那我們都會祝福你 恭喜你 然後 小旋風 小少爺 有沒有很熟悉 對 那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加油加油 雖然我們不常見面 常常以前是在綜藝節目上見面 不過記得您當年出道青澀的樣子 雖然沒有出片 還沒有曝光 就在金曲榮榜的頒獎典禮呢 大放光芒 我永遠記得那一次在頒獎典禮 您的出場造成了轟動 我就知道您是未來的巨星 經過這麼多年啊 您也成熟了 不要管外界的風風雨 有很多事情 你必須跟瓜哥學習的 再大的風雨 我們都能挺進 瓜哥永遠挺你好不好 加油 生日快樂 還有的就是 好像我最近 我都忘記在哪一個新聞 說你好像已經 我希望是真的啦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得到幸福啊 然後 而且你年紀都不小啦 所以應該進化找一個好的老婆 然後跟你生小孩 生一個小小旋風 我也很希望可以看到你的小小神風 可以跟你在台上唱 夜之花 養了夜之花 耶 今天是小智17歲的生日 不是 這初到17年 不是小智17歲的生日 小孩也應該17歲吧 那就證明我認識小智也17年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從我小時候就聽他的歌長大了 所以到現在 我也認識小智17年了 不過很開心有小智這個朋友 我覺得非常榮幸 因為他是我小時候的 從小的偶像到現在 雖然現在已經老了啦 不過 反正呢 開心就好 很開心 大家又聚在一起 可以一起幫他過生日 我希望17年後 你也可以邀請我 再次幫你唱你的生日快樂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小智生日快樂 嗯 今年應該是你的 35歲生日 那我想 這個生日對你來說呢 也是一個 意義非常 非凡的一年 從今年起呢 你可能要 為自己的責任 義務 而更加的努力 那 OK 認識也差不多有十幾年的時間了吧 那 看到你今天有這樣子的一個 成績 我覺得 就還蠻 蠻開心的 也蠻 為你高興咯 然後 我覺得 我希望能夠看到另外一個 不同階段 然後 也很不一樣的 好朋友 那 希望 從今天起 你可以好好 更加的享受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然後 也 好好的去盡你的 責任跟義務 嗯 希望 那我不會在十幾年以後 就是以另外一個身份 遇到你 就是 對啊 你兒子不要來追我女兒啦 喔 拜拜 嗨 哈囉 Jimmy 恭喜你啊 我聽說你剛剛上一個兒子嘛 對不對啊 十三是假的 如果我自己上一個女兒 啊 那他們兩個有一個寶寶 也會啊 如果我上一個兒子 那他們倆肯定會一起賽車 還有啊 穿不了的衣服 那樣有給我的兒子 好不好 我開玩笑 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們 要支持他 要支持Jimmy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不要再給他壓力了 不要再問一些無聊的問題了 最重要呢 就是呢 有一個新的生命的時候呢 就是應該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來慶祝 來 Celebrate 對不對 所以呢 恭喜恭喜 那到時候呢 滿月的時候 不要忘記要請乾爹 到現場 都一起再次的慶祝 因為 我就自認JJ乾爹了 好不好 OK啊 所以 期待期待期待 現在 再次祝你生日 快樂 呃 我想祝福你所有的家庭 很像我一樣 很幸福 很開心 好不好 來 Celebrate 你喜歡吧 去細談 快點 你喜歡嗎 可以嗎 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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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ユー 快點 快點